秉持妈祖慈悲救人的精神 新北市妈祖信仲会 有鉴于各地的血库量都不足 再度的号召庙会的委员 共同举办爱心捐血的活动 并感谢大家晚秀捐出热血之外 同时也要为这群保有菩萨心肠的捐血人士 致上12万分的谢意 捐血一代救人一命 主办单位新北市妈祖信仲会表示 虽然国内疫情有稳定的现象 不过各地血库量依旧出现不足的情况 因此马祖慧再度号召新庄慈幸福委员 共同举办爱心捐血活动 而身兼公关组长的张志宏亲自到场协助 而看到现场民众踊跃参加 折以感恩的心谢谢所有捐血人士热烈响应 公关组组长 这次是我们慈幸福主办的 看到今天大家很踊跃的来捐血 真的很开心 谢谢大家的爱心 现在很缺血 请大家赶快踊跃 来捐血 即使民众借此来了解基本常识 透过捐血的好处 可以从中检查自己的身体健康状况之外 同时还能够救助别人 因此像这位林先生就说到 每次都会捐出500cc的热血 而且还不忘感谢主办单位 让他可以玩起衣袖加入捐血的阵容 来帮助急需血带的患者救回宝贵的一命 很感谢有机会能够参与这次天上圣母信仲会 然后举办这个有意义的捐血活动 这次我个人捐了500cc 响应这次疫情这么严峻的捐血活动 秉持着马祖慈悲 既是救人精神 民间团体带头做 不论您是什么样的血型 只要有捐血活动 鼓励大家晚秀捐出热血 同时要为这群保有菩萨心肠的捐血人士 致上12万分的谢意 记者黄又贤心中报道